我们养南花除了最怕南花近腐软腐根腐之外呢 最怕的就是南花叶片胶尖和长斑点 因为呢这些胶尖和斑点如果我们处理不大 它会越来越多 不仅会影响美观植株的长势呢 后期会越来越差 那么南花叶片长斑点和胶尖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是病菌感染导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正确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发现胶尖和有斑点的地方呢 我们要先把它修剪掉 然后还要进行适当的扩创 这样可以避免病菌扩散到这个健康的植株体内 然后呢我们修剪之后要给它用药 用药呢就要用上这种专门针对叶片病害的本甲笔作指 它可以针对叶片黑斑啊白粉啊 或者是各种斑点都有非常好的防治效果 它里面是胶囊型的 我们只需要取出一粒小胶囊 对水稀释500倍 每七天喷试一次连喷两到三次啊 基本上就能够控制住 后期这些胶尖和病斑呢 它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不容易再长这些斑点 叶片呢也会非常的干净 没有病菌 但是在用药之外呢 我们还有几个药点大家要做好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适当的偏干养护 不能够过多浇水 避免过于潮湿而导致病菌大量的繁衍 第二个呢就是在这期间呢 最好就是减少喷雾 喷雾导致湿度过大了 病菌繁衍的速度也会非常快 第三就是要加强东风 第四呢就是适当增加光照 做好这些药点 再加上正确的处理和用药 那么你的兰花的叶片呢 就会非常的有光泽 非常的翠绿 植株的叶片呢干净为病害 观赏价值啊 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